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基督之家天生传播协会 和佳音广播电台联合为您制作的 我们同时在罗东的Love Radio FM90.3 罗东的Love Radio FM90.3 从下午的5点05分到6点播出相同的节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谈些什么呢 今天在我的节目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 那我们在过去在服饰当中 我们是一起配搭服饰的 那是很特别的 我们两个是非常不同的特质 那可是在彼此配搭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非常的match 好像一个齿轮 这边凹了这边就凸 那边凸了那边就凹 然后我们可以一直运作在服饰上面 虽然我们已经长久不在一个工厂上 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做牧师 然后之后被拆派到国外去宣教 可是每一次我们想到一起的配搭 一起的默契就觉得那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恩典 可以有这样的同工一起来服饰 不但如此呢 我们在服饰当中常常在较劲的 看谁比较厉害 谁比较聪明 最常常较劲的就是看谁比较漂亮 因为他太有自信了 他给自己取名字叫做beauty 我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长着这样子 还自称是beauty 我不是一直说他不美 他真的是很美 当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生命的气质就是有那个美 可是我就很不甘心 所以呢 我常常就给我自己取了另外一个 他叫beauty 那我就叫superbeauty 所以现在我很多的地方ID 我都用superbeauty 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 很多人不知道都每次看到 我说你为什么说你是超级美 你是superbeauty 我就笑一笑 我说我有自信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有自信 是因为这个好朋友 我们常常较劲当中 然后彼此提升我们互相的自信心 所以今天难得他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那我也要来跟他谈一谈说 他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原来是很自卑的 他说他是很自卑 我有点不太相信了 但是既然这样子 我就要请教他 那原来是自卑的 为什么变成一个这么有自信的人 而且他到哪里 就会帮助别人成为有自信心的人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特质 所以这是我的好朋友 林慧君牧师 林慧君牧师 所以今天特别请他到我们中间 我们就随便先聊一下 在那个当中 我们可以看看他生命中的 什么东西能够帮助他 成为一个这么有自信心的人 来 慧君 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哈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就是那位奇异的女子 满有自信 那事实上 我里外都美 金老师 谢谢 我相信 好 所以你看嘛 你听他讲话就知道了 那感谢神 我觉得是 有的时候我们自认 自卑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我什么里外都不是 可是当我们有个自信心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里外都很美 那个美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因为 耶稣在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自信心 所以慧君 他现在是到处游走做牧师 就不方便说他到哪里去游走 但是每次知道他回来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我就会找机会跟他聊一聊 虽然时间很短 我常会说好朋友 43好朋友 好朋友不是一天都黏在一起的 好朋友是说到我们有难处的时候 我们就只要一个眼神一个电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一个人在关心我 其实我要介绍他是在我生命中度过一些难处的时候 我每次我没有跟他多说什么 其实他也不了解什么 可是他可以知道说用什么方式来陪伴我度过那个难处 我觉得是非常感恩的 好所以我们来先听一段音乐 等一下我们就让慧君牧师跟我们随便来聊一聊他的成长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么美丽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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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從小就是一直自己就認為自己是很糟糕的 對 不肯定自己的 而且我讀書也不是一個很會讀書的材料嘛 所以我就覺得我的表達在小的時候 我其實是不太知道怎麼表達 不懂得怎麼說話 然後讀書又讀不好 然後好像做什麼事情始終好像不是那個佼佼者了 所以我就常常是覺得說我這樣的一個人 我以後出去怎麼跟人家較勁 然後當然在你這樣的一個這麼平凡的生命當中 你就會嫉妒一些比你優秀的人 所以我覺得常常心裡其實是自卑 又有一點那種較勁的心態 又有點那種跟人家比上比下的那種不平衡的心態 所以常常其實小時候不是一個很快樂的自己 你的自卑會從哪裡來 我們常常說原生家庭 我們的父母是不是常常會用一些負面的方式來教育我們 所以造成我們的自卑 我記得我的父親在我年幼的時候 我父親其實也是一個還蠻幽默的人 他就會常常說我這個人是講話沒頭又沒尾又沒重點 然後常常搞不清楚狀況 甚至於我被別人賣了我都可能還會幫別人數錢 我就常常是一個好像真的像他所說的就是搞不清楚狀況 那我也那個時候我也真是那樣 所以有的時候是從父母口中給我們貼了標籤 以致我就認為我是這樣 我覺得大部分華人家庭的父母都是這樣 我覺得我小的時候也是爸爸媽就說 抽小鴨 小胖子 小眼睛 還冬瓜 我就一輩子都是認為這樣子 直到我大學畢業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主管肯定我 我才發現我不是這樣的人 可是那已經貼了二十幾年的標籤 我覺得父母當然也難怪他們了 他們所經歷的戰亂或者所面對的整個的大環境 不是一個很優渥 承受很多的教育的 所以他們很自然的就用一些開玩笑 或者他們自以為的那種方式 不要給孩子太多的驕傲感 所以就貶低了我們有一些的 好像可以鼓勵的一些的價值 那因此我們也認定自己是這樣 所以他們是只有針對你 他們只有針對你 還是對你的其他的兄弟姐妹 他也一樣就用這種方式 我認為當時我是認為他只有針對我 因為我另外一個妹妹挺優秀的 年年得模範生 又會幫家裡做生意 很精明 那我其實是覺得這真的是有差別啦 有差別待遇 但是那個差別待遇是不是絕對公平或不公平也很難說 其實就是一個父母對孩子不同的一種方式吧 對每個孩子會比較都會覺得說不定你的妹妹也覺得 爸爸媽媽好像對你比較肯定對他是否定的 我們都是這樣成長過的 所以你到什麼時候才開始慢慢恢復你的自信心 其實我覺得很感謝神的是 我也是從大專畢業以後找到了第一份正職的工作 進入了一個基督教的機構 而在這個基督教的機構裡面 我認識了一群宣教士以及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那那個時候我還不是基督徒 所以你的負面情緒 你的負面的貶低資格的價值是常常在那邊裡頭交反著 控訴你自己的狀態 但是自從在那裡工作以後 我覺得我被這些西國宣教士弟兄姐妹 主內弟兄姊妹 常常是受到肯定說 哎呀姊姊你好棒啊 慧君你做話畫得好棒啊 不管我的一舉一動 哪怕我有犯錯 他們都好像是不斷的給我機會跟給我肯定 所以我是從這群基督徒對應對的方式 我找到了自己的某一些的價值 對 所以稱讚別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哪怕是一點點 但是那一點點稱讚就讓那個人就變得很多很多的好 就是表現出來 是 你因為他們的肯定 當然我最初的時候也會在想這些人是不是日行一善啊 或者像我媽媽說的 就說哎呀你別傻了別這樣聽別人稱讚你 人家都在背後也許是在笑你 但是我就有一個單純的心 我相信別人對我說的話 然後我也覺得說當別人稱讚你的時候 你不要一直回到那個負面的光景當中 你就要肯定別人給你的讚美 然後我就學習西方的應對 就謝謝他 那更多的自我肯定以後 你也會發覺其實並不表示我沒有缺點 而是我在面對這些的軟弱或者不好的地方的時候 我也比較有勇氣去面對他 去改善他 去改變他 然後至於我做得很好的地方 我也要持續的去維持跟肯定他 對 所以就是說當我們被稱讚的時候 我們就學習去接納別人對我們稱讚 有的時候我們不肯被稱讚 特別是華人 就覺得很內斂 你要稱讚我哪裡哪裡 因為好像是要謙卑 對 我覺得這也是讓我們一直沒有辦法提升自信心 所以當別人稱讚不管他是假心也好什麼 我們學習我就接受 我也接受他的稱讚 然後用這樣子的眼光來看自己 然後在軟弱上我就更懂得去面對他 好 我們先進一段音樂 等一下繼續來聊 馬上回來 ər матерь地 發花唄 I'll fly away Sonday, someday Sonday I'll fly away Sonday I'll fly away When the shadows of this night have gone I'll fly away Sonday Like a bird from present once I'll fly I'll fly away Oh, glory, I'll fly away Oh, glory, I'll fly away Sonday When I die, hallelujah, by and by I'll fly away I will finally meet my Maker On the cloud has lived and lasts forever I'm gonna meet my Jesus I'm gonna greet my Lord On that day I'm finally home Just a few more where it doesn't end I'll fly away Sonday To a land where joys will never end I'll fly away Oh, glory, I'll fly away Sonday Oh, glory, I'll fly away Sonday When I die, hallelujah, by and by I'll fly away Oh, glory, I'll fly away Sonday Oh, glory, I'll fly away I'll fly away Sonday When I die, hallelujah, by and by I'll fly a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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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Oh, glory, I'll fly a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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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ould fly away I'll fly away I'll fly away Oh, glory相マ Alright, too I'll fly away 互动的关系 是冷淡是热情 或者是伤害或怎么样 你怎么样去 是持续的 用同样的方式去面对 还是你有一个 不断的更新的方法 去改善关系 那我觉得我自己本身 我很感恩的是上帝 让我认识了 祂的圣灵 让我知道 我可以依靠圣灵 我不断的更新 自己内在的一些的状态 然后也许我的父母 不懂得所谓 亲子教育的那一方面 但是我也有一些的部分 是我自己该突破的 我有一些 我自己内在的 一些较劲的问题 我有一些可能 我不知道怎么样 去跟父母沟通的问题 我甚至于怎么样 跟他们表达我的受伤 我都觉得说 那都会是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一个 不断的阶段的一个突破 但是怕的是 你隐藏那个痛 就一直带到你的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人生 下一个人际关系 下一个你可能自主的一个家庭 你用同样的模式去面对 你就不断的在一个circle的 一个伤害跟互动的模式里头 那就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 是我自己的生命 因着教会的教导 也因着一些弟兄姐妹相互的陪伴 我觉得我学习到 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坦诚 怎么样诚实 怎么样用爱心 按着圣经上所教导 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就有好几回 我回到我的家 当我的父母拥有一些负面的话语 跟我沟通的时候 我写信 我跟他们表达 我跟他们正式 甚至于有些的直接的 在冲突当中的沟通的方式 我觉得那些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愿意去表达你的感受 也愿意去学习聆听父母的感觉 以至于在这中间 我觉得不管是做父母或做儿女 你那个的关系因为有沟通 哪怕他们可能不改变 还是照旧的那样子的思维 但是我觉得我对他们的信任 我对他们的体谅会更多 我不是闷着气 我不是受着伤 我是不断的突破 我也跟我的父亲表达说 哎呀我小时候 你怎么曾经那样的说 让我真的很受伤等等 我父亲我就会看到 他其实也慢慢的调整 他的说话方式 所以我觉得是相互的 对对就是你要勇敢的去跟父母沟通 而不是自己生闷气 那个闷气一直带到我们进棺材 或者他们去见主面 那个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就是我刚听你讲 就是我要勇敢的跟父母去表达 所以对于那些因着原生家庭 造成自己失去自信心的人 就是慧君你是觉得就是去直接跟父母讲 哪怕是吵架也好 是但是当然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认知 就是说当你做这样的表达表态之后 是不是马上的改善 也许没有改动 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你自己的生命在做不断的一个 在述说的过程当中 你去学习怎么样去让对方了解你 而也让你自己可以突破那个的伤口 那我觉得这个至少是我自己本身 虽然我也没学过什么心理学啊 什么什么 但是在我做一些牧者的陪伴的过程当中 我也看到就是说 有些的一些伤害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健康的沟通 然后就变成累积累积 累积到一个地步 其实那个问题没有 没有因为那个人过去了离开了 或者那个环境改变了 你就得医治了 你就健康了 你就恢复了 没有 那个恐怕会因着你没有去正视它 你就一直不断的可能 古怪的状态 情绪的那种无法的控制 跟人之间又重复的那种模式的方式 你就会不断的在受伤当中 跟着你一辈子 对 我就觉得那个是蛮可惜的 那我觉得在教会的一些教导 还有圣灵的一些的内在的提醒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这个人 我们自己的内在要愿意不断的更新 是 就领受从神而来的爱 我觉得我们节目中有很多的是 我们讲亲子嘛 很多的爸爸妈妈 我觉得 我想也听到会你这样分享 我也想对一些青少年有些勉励 就是说或者你跟父母沟通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理解 你说妈妈你这样讲我很受伤 但是我觉得还是勇敢去讲 但是是一个尊重的态度 不是去否定父母对你的爱 是一种尊重 爸爸我知道你很爱 但是你昨天这样讲我很受伤 至于父母是他们要学的功课 所以父母亲 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 你要学习 当你的孩子真的 把他里面的话跟你说的时候 你要学习去健康的 去接纳他跟你讲 可能不见得是正确 但是要有一个畅通的管道 让你的孩子是敢跟你沟通的 是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同 父母的成长背景 跟我们的成长背景不同 他们所历经的一些的教育背景 各不相同 那可能性格 而且上帝量给我们每个人的属性 又是不相同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彼此尊重的心了 而且聆听 那聆听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 我愿意去认识你 了解你 我愿意学习放下我的身份姿态 或者曾经的受伤 我愿意向你表达我的感受 我也愿意学习去聆听 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亲子 或同事之间 朋友之间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学习聆听 学习接纳 那讲到我就想到我的母亲 我后来自己做妈妈了 有一天我母亲就来跟我道歉 我非常的惊讶 她就说我给你道歉 我看到你现在这样带孩子 妈妈以前都不懂 没有这样子带我妈妈给你道歉 我好感动 我就拍拍我妈妈 就说那时候不流行去拥抱 我就想哎呀很可惜 那时候没有去拥抱她 那后来我就说 妈妈你已经把我们教得很好 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都在组里面 而且都是 几乎都是 不是传道人 也都是嫁给传道人 所以妈妈你教得很好的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我得安慰 因为妈妈跟我道歉 那妈妈也得安慰 那我用一个体谅的态度 去回应她的时候 OK 我们常常在生活中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 彼此尊重 彼此体谅 那每一个人 站在对方想一下 我想到我的母亲 她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她11个兄弟姐妹 她是老大 所以她从小就要承担 下面10个兄弟姐妹的责任 她很早就离开家去赚钱 所以她难得 自己有点东西 她会偷藏起来 以前不懂说 妈怎么这么小气 哪有妈妈把东西偷藏起来的 后来自己做了母亲了 就能体会 她身上在那个背景 所以她会偷藏是难免 那我后来 她后来移民到美国 我去美国的 我就特别买一份给她的 我说这给你藏起来 这是给你的 她就很开心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接纳跟体恤 那个中间的 那种彼此的那种 不谅解或生气 受伤就化解了 好我们再听一段音乐 我们听听 松一口气 我们思想一下 在我生命中 有什么是需要 我自己要突破的 我们等一下再请 慧君回来继续跟我们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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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珍爱在我家》 《Lovine Family》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基督之家 天生传播协会 和佳音广播电台联合 为您制作的 我们今天请到 林慧君 慧君牧师 在我们中间分享 他是怎么样来 活出自己 找回自信心 刚刚慧君 你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晓得说父母亲是否定的 你有很多兄弟姐妹 可是在我认识的过程 我觉得这些年来 我看到家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几乎你的哥哥姐姐妹妹 爸爸妈 几乎都是非常信任你的 你做任何事情 他们信任你的决定 信任你做事的方法 那你是怎么样去做到 恢复你跟兄弟姐妹 跟爸爸妈妈对你的信心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很可能 应该是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的生命就不断的在更新吧 然后我也慢慢的成为一个 从一个很情绪化的人 不守时的人 没有信用的人 不诚信 没有让他们去认识我的思维 或者我的生活方式 所以会造成起初的 我因为是家里第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很多的在初期的那种 时间观啊 对家庭的责任感 我其实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对我有很多的埋怨 有很多的否定 甚至于会觉得我这个人信了教以后 可能就脱离了家庭 但是自己的生命不断的在一些听到的过程当中 服侍的过程当中 你也慢慢的去省察自己的生命 自己真实的生命 我觉得我们必须得认识自己 就是说你在外头 不论怎么服侍 不论有什么样的才华 有什么事工的表现 你回到家 你跟你的家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那才是真正的生命 对 所以我觉得后来我自己本身 知道我其实在家庭当中 其实我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时间 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 虽然我也爱他们 但是我没有摆上太多的心 在他们的当中 但是我觉得上帝也很奇妙 就在我的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各个不同的难处 有一些生病了 有一些家庭的婚姻的问题 甚至于有一些可能父母年老了的一些状况 我觉得都有一些的在为难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要面对的责任 我自己要调整的态度 我自己要愿意承担的一些的状态 然后又加上圣经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 怎么样去学习孝顺父母 孝敬他们 那学习怎么样在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关系上 虽然我的家人不完全是基督徒 但是我怎么样也肯定他们 他们的生命的价值 以至于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 我知道怎么样透过那些难处 去做一个基督徒的家人 去陪伴他们 所以这几年的下来 我觉得家里头的一些的难处 反而是我见证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机会 那也是我的学习 所以在一些的变动的过程当中 风暴的过程当中 我做一个儿女的角色 我做一个姐妹的角色 我做一个阿姨的角色 我怎么样愿意正视这些问题 陪伴他们 而且我也愿意分担分享聆听 这一切的过程 所以虽然在外头的服饰很忙 但是我怎么样愿意成为这家里头的一个重要的一员 而是一起经历这个爱的生命的连接 那我觉得因此 我觉得很感恩 我从一个不负责任 或者对家里头的需要 我没有太多的心力摆上时间的人 只要我在家 我现在我是着重的事 我不是跟着他们在家 但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而是我一到回到家 我就可以陪伴他们 我就真的用心陪伴他们 跟我父母聊天 跟着他们一起看电视 不是做我自己的事 而是我跟着我的家人 共同做一些 可以产生互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所以虽然我的时间还是有限 但是我珍惜 那相处的质量 那所以我想 我的家人 也因此看出 我是用心 在做家人的 以至于他们也慢慢的信任 我的决策 信任我的一些 我可以做的地方 而愿意肯定我吧 那所以我也觉得很好 其实这个家也帮助我成长 起初自己对这个家 其实不是很肯定的 我常常怨天尤人 觉得说 为什么我不生长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 比较好的身份地位的父母的家庭 或者比较没这么多兄弟姐妹的需要的 也许独生子女 那多好 一个苹果就是你自己吃 但是我发觉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家庭 才训练我 怎么与人分享 与人分担 怎么样学习体谅 怎么样学习看顾弱小的 怎么样体谅父母 我觉得这是我的很重要的家庭背景 让我可以学习到的 对 所以我觉得神把 神给每一个人 都有给你不同的环境跟功课要学习 你要把它当作是你的功课 而不去把别人的功课当作你的功课 这样你永远学不会 比如说你刚刚说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也愿意 为什么爸爸妈妈只生我一个人 对 然后生了太多 为什么这么多兄弟姐妹跟我吵 跟我抢 像我们家也是五个 那个年代都生蛮多的 可是现在回头看 我就觉得 感谢主我有这么多的家人 你看现在有这么多的资源 在我的周围 那虽然吵吵闹闹长大 可是现在都长大成熟 我们反而是在爱里面 彼此连接 所以我相信 上帝 他是 从管万有 掌权的神 他绝对知道 每一个人 有需要的环境 好造就我们的不同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肯定 我们所在的环境 是上帝所良给我们 最美好的环境 也许这中间 很多的不完美 但是你绝对要相信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一处 慧君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觉得你父母亲 在你生命中 给你最大的影响 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父母亲 他们虽然不富有 但是他们很用心的去 疼爱每一个儿女 那我们的家 有五个孩子 但是每一个都是 他们的心头宝贝 那各有不同 但是他们会尽上 他们所有的 那刚才金老师有说到 你的母亲会藏一些东西 我的父母是不会藏东西 甚至于他们可能 没有吃的 他们都会让我们吃 或者给我们用 那所以我觉得 他们给予我的爱 是让我很得安慰的 而且觉得很有安全感的 我有一些的困难 或者有一些状况 我是可以回去跟他们分享 然后请求他们帮助的 所以父母也许 他不是一个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但是他们是很用心 对待每一个孩子的父母 我印象很深 有一天你回来跟我说 你回到办公室 你跟我说 我把我家里的那个偶像 那个都通搬到教会下面 去拆会 我为什么会 他说我妈妈突然说不败了 我就赶快打铁撑热 通常搬来 我觉得蛮特别 一个从传统信仰 这么久的 我想是应该从你身上 看到你信耶稣以后 那个生命的改变 是 我也感谢神 我觉得那是神 自己的动工 然后让我的母亲 从一个很传统的 道教佛教的背景 她愿意放下 她愿意 因着爱 她愿意 跟着她的女儿们 来试试看 信靠这位上帝 所以感谢神 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好 非常谢谢慧君 在我们中间的分享 其实她的故事很多 我们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我下回会再回来 下回再回来 下回要来跟我报告 你回来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 就近到我们今天爱的小语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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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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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为上帝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用上帝眼光看我们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是最棒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影响周围的人 成为一个生命有影响力的人 非常谢谢慧君今天在我们中间 我们就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说 拜拜 上帝祝福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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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 on Jesus Fall on Jesus And live Fall on Jesus Fall on Jesus Fall on Jesus And live Sometimes the way is lonely Sleep and filled with pain If your sky is dark And put the rain Just cry to Jesus Cry to Jesus Cry to Jesus And live And when the love spills over Music fills the night When you can't contain the joy inside And dance for Jesus Dance for Jesus Dance for Jesus And in the name With your final heartbeat Kiss the world goodbye Go in peace Go in peace And laugh on glory's side Fall on Jesus Fall on Jesus Fall on Jesus And live Fall on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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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 on Jesus